大家好 我是Liann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有一個開箱分享 今天不是分享食物 而是一個Leggings牌子 這牌子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去年已經買過一次 那時候看了一看,突然燒啜 然後這個品牌是要教鬧中去買的 因為它一開始推銷就會秒速地消失 然後它差不多要兩個月左右才會有一次的推出 所以去年我已經買了第一次 我就買了一件灰色的衣服和一條深灰色的單車褲 就是這兩條 我覺得它的物料是超級特別的 其實它是很薄 它是超級薄和超級有彈性 然後它最特別的位置 它是會在屁股的位置 它會有一個contour 所以這條褲它出名了 是非常十分之顯屈的 所以夏天穿它是非常之舒服 但是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 薄、彈性和顯屈 但是另外它的缺點就是 超薄 它薄到非常赤裸 就是你會覺得自己是 好像沒有穿東西一樣 但是它真的薄得來之餘 它也不會太鬆 就是完全沒有支撐 它是可以修飾到你整隻腳的腳型 而且就算這隻的淺灰色 它也是複雜的 所以我拿下的衣服也很常會穿這條衣服 因為它真的有薄 有彈性 而且它又很搞笑 它真的薄得來 就算前面也不會看得出尷尬位 另外這一條就是上一顆買的 深灰色的單車褲 其實我想這兩條 如果大家有看的影片 追蹤我Instagram的話 其實我經常會看到它們的出現 我們可以随時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好 我們可以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這三條 其實我本身不是想買這隻那麼銳利的桃紅色 我是想買一些比較淡的粉紅色 還有另外一隻比較淡的藍色 但是當我付錢是已經買了 那我就覺得 這條牛仔褲和連身粉都還有 我也想買 那我就覺得 沒有理由不買這條Leggings 那我就覺得 看看這隻顏色也挺漂亮 也挺特別 那我就買了這隻顏色 那我們就首先來看這條Leggings 我買就是買S的尺寸 那它又是了 後面就會有一個contour 就剛剛在臀部的位置 所以它就可以剛剛好 切到你臀部的位置 那後面就會印了NVGTN 這幾隻英文字 那其他位置就沒有其他Logo 那所以它整條是無線性的 即是你穿完是無痕的 然後它的腰盤 其實我挺喜歡它的腰盤 所以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有點高 但是它是紮得很實 它可以完全包覆住你的小腹 還有它們Leggings的長度 對我來說就OK 偏長了一點的 那我本身就是157cm高 那起碼我的腹腳就不會長到打摺 那有時候可能反摺上來一點就OK了 這隻顏色都比我想像之中漂亮 穿上身 雖然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歡前面的一條contour 但是都OK的可接受 話說之前我戴了自己的Leggings 我才發現原來我是沒有什麼粉紅色的Leggings 竟然我以為自己有很多粉紅色的Leggings 誰知道原來是有很多藍色的Leggings 所以這一條就買得對了 好漂亮啊這條真是 好想快點穿它去做健身啊 這一條Leggings的價錢就是48元美金 我最喜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买了这一款浅蓝色的牛仔褲 我买的是M码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尺寸 牛仔褲的尺寸比翌子小一点 所以我就尺寸了 但我就后悔了 我试完之后就觉得不需要尺寸 跟着你本身穿Leggings的尺寸就OK 因为它又是 超级有弹性 即是你穿着它 做什么都可以 就算一字马也没问题 穿你做Squat也没问题 其实牛仔褲我都买过很多条 我买过一些是Leggings的 但是牛仔褲Feel的Leggings 这一款其实是牛仔褲 它不是Leggings 所以它的质料比较厚一点 即是虽然它是弹的 但也会比较厚一点 它也会有牛仔褲的前后两个袋 后两个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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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也觉得这条牛仔褲 对我来说 可能已经是Emma 除了尺寸大了一点之外 褲子也比较长了一点 但整体来说 它是舒服的 有弹性的 但就会比较厚一点 那变成如果是在香港七八月的 正正的夏天来穿 就可能会有少少热 但如果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穿这个就会很舒服 因为它的弹性真的非常十足 那这条牛仔褲的价钱 比Leggings便宜了少少 就是$45美金 这条牛仔褲的价钱 这条牛仔褲的价钱 我买了一条非常非常casual的小背心年身裙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穿这些casual的年身裙 因为很舒服 而且很有彈性 也不用怎么配搭 所以我本身也有好几条 这个是背心裙 一条直落 整条也是超级有弹性 又是你穿来做sport 也没问题 当然不会 而且也是十分贴身 所以我会推介给一些 对自己身材也蛮有信心的女仔 去买这条裙 因为它真的很贴身 会显露到你全身的曲线 但是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条裙是$25美金 就是说贵不贵 说便宜不便宜 但我觉得这个价钱是合理的 因为它又有弹性 质料也很舒服 而且它不会很薄 热会透出来 有时你虽然有些款式 可能是一样的款式 也可能舒服 但会很薄 然后就会透出一些东西 那你就不会穿 但是这个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它轻薄得来 有弹性得来 它是不会透的 有时星期六 有时候出去吃个brunch 这些就适合了 再裙吧 代替你们适合 起来 看你 香港的缺點 hen 裙 這次我買了三件產品 一件衣服、牛仔褲和一件裙子 這三件產品加起來是$118美金 另外加多$20的運費 的確它的價錢是偏貴的 但我會覺得它的衣服是比其他品牌都特別 無論是它的物料、質地和設計 都不是外面的衣服會找到 如果你想找一條舒服而且有顯屈的衣服 我就會非常推薦這個品牌 但如果你不太接受到 那麼薄、那麼貼的衣服 可能這個你一開始穿 就會感覺比較赤裸 因為它真的貼得很厲害 而牛仔褲來說 其實我都會覺得是舒服的 可能我這次買了一個尺寸 變了有一點鬆 所以穿出來就不是十分貼身 因為我比較喜歡貼身一點 但如果從彈性來說它做得非常好 而且如果這樣計算它的價錢 這條牛仔褲也不貴 至於背心裙就正常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型 比較歐美一點的打扮 也可以買一條的 它進去也不貴 而且穿出來的舒服補體 那它們就真的 暫時才會說 它們下一波以前會開賣 通常大概都兩個月左右會有一次的 那記得一定要較時鐘買 大概上一次開賣的時間 是香港時間晚上10點左右 然後頭兩分鐘 如果你真的很想買那種顏色 你真的不需要想 你一淋就會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有一種很想要的款式 或者顏色的話 你一定要 完全不可以思考地買它 那我差不多看到 過了8分鐘左右 就沒有了我想要的兩種顏色 但是還有一些比較 鮮明一點 或者沒有那麼漂亮 沒有那麼容易配襯的顏色 都還會有 因為這個牌子比較特別一點 而適逢我又剛剛買完回來 剛剛昨天才送到 所以就做了這次的開箱分享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令到你們可以了解多點這個牌子 你們有什麼看法都可以在留言跟我說 那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幫我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一些很想買Litgings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